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远程同乐卡顿现象严重的问题 除了如火如荼进行的圣诞特会外 Steam近期还有不少新游戏上架 结合了ACT元素和高game元素的成人游戏 Bowder Sky近期上架Steam售价124元 游戏支持简体中文 本作在批评空间高game排名第九 游戏由过去现在以及虚拟空间所构成 主轴为记忆丧失的主角在不断的战斗中 逐渐找回自我的故事 除了被赞誉的庞大科幻剧情以外 2D画面下操作机甲进行实时格斗战斗 也是本作的一大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 本作由于是2009年作品 所以游戏画质上需要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但是该冲还是要冲的 侦探解谜视觉小说 《甘性溺水》在19号 国区价格从130元永降为70元 目前圣诞特会新史第49元 本作在近期刚刚公布简体中文语言 并且有免费试玩版 试玩版存档将与正式版兼容 本作是一款剧情驱动的视觉小说 游戏设定在未来反乌托邦的城市之中 玩家将扮演一名硬汉侦探 调查一系列凶杀案 本作结合了传统解谜和视觉小说元素 你的重要选择将会对结局产生影响 并且还有喜闻乐见的灵魂审问环节 推进一款经典塔房游戏 气球塔房6 特价促销平时第三人 该系列初代Flash版本 发布于2007年 气球塔房6是该系列的最新作品 也是近期Steam在线人数最高的塔房游戏之一 游戏中玩家将在地图中充分利用 各种猴子塔英雄和技能 搭建起完美的防线 击破每一个出现的气球 游戏支持最多私人联系模式 并且可以跨平台保存存档 另外 虽然商店页面没有标注支持中文 但是游戏内是有简体中文的 喜欢塔房游戏的玩家 不妨入手本作 接下来呢 是一款游戏引擎 不是程序员也能使用的游戏开发引擎 Siglitin Fusion 2.5 商丹特会平时低62元 该引擎由法国一家软件公司制作 最早于1994年发布初代 之后不断迭代升级到 最新的2.5版本 这款引擎的特点是网格式事件编辑器 可以不依靠编程语言快速制作游戏 比如今年爆红的独立游戏 Baba is you 就是使用这款引擎制作的 还有诸如逃脱者一 玩具熊的午夜后宫 抵押系列等游戏 也是使用该引擎 捆绑包推荐 F1在今天推出了一个 合金弹头合集 售价2.99美元 约合人民币21元 包含合金弹头 合金弹头2 合金弹头3 合金弹头X 四款游戏的全球K 四款游戏都没有的同学 可以考虑入手 这本场上SNK的 合金弹头系列 想必是不少玩家的童年回忆 系列初代最早发布于1996年 采用2D横板卷轴动作设计形式 主角在每一关都需要不断前进 并消灭沿途的敌人 并且在每个关卡的关底 都有一个BOSS在等待着玩家